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萨勒 到了一个童女那里 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 对她说 蒙大安的女子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 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她起名叫耶稣 她要伟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她祖大卫的位给她 她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她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降临在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硬蔽你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必称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 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 就是拿素来称为不生孕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她去了 那时候玛利亚刚起身 急忙往山地里去 来到犹大的一座城 进了撒加利亚的家 问伊丽莎白安 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 所怀的胎就在腹中跳动 伊丽莎白且被圣灵充满 高声喊着说 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 这是从哪里得的呢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二 我腹中的胎就欢喜跳动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 都要应验 大家好 我是圣乐教会的李继宅牧师 替圣乐教会的监督金圣贤牧师 以及教会的元老监督金基东牧师 向大家问好 愿上帝的幸福与喜乐 充满大家的心灵 我们是把耶稣当作主人侍奉的人 相信大家来到教会 也想像我们一样 把耶稣当作主人侍奉 或许正在考虑 我真的要把耶稣当作主人侍奉吗 他值得我这样做吗 来教会的人 也就是信耶稣的人 把耶稣当作主人侍奉 把耶稣当作主人侍奉 不仅如此 信耶稣的人也都承认 耶稣是上帝 耶稣就是上帝 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 宇宙以及宇宙里面的一切 包括人和动物 上帝创造了人 创造了动物 以及宇宙里面的一切 因为人是上帝所创造的 所以上帝非常了解人 知道人需要什么 也知道人为什么陷入到了危机中 上帝想要帮助人 我们能呼吸 也是上帝帮助的结果 大家呼吸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吧 不是我努力了才呼吸的 我们睡觉的时候没有意识 不是也在呼吸吗 这是上帝做的 大家可以剪头发 但却无法让头发长出来 因为掌管头发的是上帝 还有头发会一直长 但眉毛不会长 要是眉毛一直长的话 会怎样啊 那我们就要定期剪眉毛 不然用不了多久 眉毛就会盖住脸了 眉毛不会长长 眉毛和头发的基因不同 功能也不同 这都源于上帝的创造 是上帝奇妙的创造 上帝知道我们遇到的危险 这个危险不是贫穷导致的 也不是上了年纪导致的 真正的危险是什么呢 是永远的危险 永远的危险 人有灵魂 灵魂是不会消失的 上帝一旦创造了这个灵魂 这个灵魂就永远不会消失 上帝把灵魂放在人的肉体里 所以我们不仅有肉体 也有灵魂 我们不仅有肉体 也有灵魂 人的肉体最多能活120年 活了120年 肉体就会消失 人没了呼吸 归入尘土的话 这个人就消失了吗 不是的 因为人们模糊地知道这一点 所以从很久以前开始 人们就承认魂灵的存在 也真的有过很多体验 因此流传下来很多故事 有这方面的记载 只是我们把这样的事实 当作传说武士了 人离开了肉体 并不是归于无有 人的人格永远不会消失 这永远的人格就叫做灵魂 人不仅仅有肉体 也有灵魂 但问题是 灵魂要去哪里 灵魂要去哪里呢 简单地说 大致有两条路 第一条路是 灵魂是从上帝那里来的 那要回到哪里呀 要回到上帝所在的地方 这是第一条路 灵魂从上帝那里来的 要回到上帝所在的地方 但这灵魂成了违背上帝 无视上帝 背叛上帝 辱骂上帝 不承认上帝的存在 这就是我们说的罪人 我们不是因为偷盗成为了罪人 而是因为上帝创造了我们 给了我们生命 呼吸 以及需要的一切 但我们却藐视上帝 不承认上帝 所以我们成为罪人 这样的灵魂 无法去到上帝那里 因为我们排斥上帝 所以上帝也无法接纳我们 这样的灵魂要去到与上帝无关 与上帝的爱与喜乐无关的地方 这就是第二条路 这第二条路与上帝毫无关系 也享受不到上帝的爱与喜乐 大家想想 如果没有上帝的爱 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上帝的喜乐 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 如果没有上帝的生命 等待我们的会是什么呢 死亡 咒诅 痛苦与黑暗 灵魂要去那样的地方 灵魂去那之前 在这阴间的时候 因为知道自己的结局 所以非常痛苦 这样的存在就是污鬼 世上的人不是败鬼吗 但我们不仅不败鬼 还为了不成为鬼 为了去上帝那里 要遇见上帝 大家在这地上的期间 是要遇见上帝的期间 这样才能去到上帝所在的地方 那里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幸福与喜乐 是非常极致的喜乐 是上帝的喜乐 那里是哪里呢 就是天国 天国 大家应该听说过天国吧 也听说过天堂吧 天堂 上帝的家 按照圣经来说 就是父上帝的家 那里充满了父的爱 有父所拥有的一切 所以我们要去那里 那里也叫天国 天国是一个国家 就像在这地上有国家一样 天上也有国家 我们要去那里 有的人误以为 天国是人死了以后去的地方 但不一定是人死了以后去的地方 而是耶稣来接我们 我们才能去 要耶稣来接我们 我们才能进天国 耶稣有可能在我们死了以后来 也有可能在我们死之前来 耶稣一旦来了 离开这世上的人就会复活 然后去天国 复活是什么意思呢 再次活过来 但这不是指已死的 归入尘土的那个身体 重新组合以后活过来 那个身体已经归入尘土 不会再回来 但灵魂还存在 灵魂会形成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是不会腐烂的 因为是属灵的身体 是永远的身体 耶稣复活生天的时候 不是像幽灵一样生上去 而是作为身体上去 天国是身体去的地方 不是幽灵居住的地方 我们以后复活是有身体的 我们以后复活是有身体的 我们现在的身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可以吃东西 也可以握手 就像这样 我们复活以后 也就是耶稣再来时 我们要拥有的那个身体 也是能看得见 能摸得着的 但那个身体 与我们现在的身体不同 那个身体不会感到疲劳 不会残疾 也不会归入尘土 那个身体 不是在这地上软弱的身体 与这地上我们现在拥有的 软弱的身体不同 那个身体是在天上 永远存在的身体 我们将带着这样的身体去天国 这个身体既可以吃东西 也能摸得到 还可以互相拥抱 耶稣已经带着这样的身体 去天国了 这是我们的盼望 即使在这地上受苦 我们也要为了去天国 为了永远的身体能过得好 现在努力地过教会生活 过信仰生活 人到了天国 要得到怎样的荣光呢 要过什么样的生活呢 这取决于他在这地上 所做的一切 如果一个人在这地上 做了很多上帝所喜悦的事情 那他以后得到的肯定不一样 会享受到非常高待遇的生活 但如果是勉强得救的人 没有为上帝的国和自己的灵魂 做什么的人 虽然他能得救去天国 但他在天国得到的荣光 却是非常小的 这样的人以后会非常后悔 会非常的后悔 虽然我们现在不理解 也看不到 但我们得到了凭据 我们有凭据 如果我们没有凭据 没有十足的确信 恐怕没法过信仰生活 我信耶稣以后 每个主日都会来教会 虽然我平时也在教会工作 但我在成为牧师以前 刚信耶稣的第二周 就开始守主日了 每个主日都来教会 如果没有信心 对上帝没有十足的确信 对天国的复活 没有十足的确信 就不会花这么多时间来教会 也不会侍奉上帝 如果我没有信心的话 怎么会付出这么多 但我知道这些都是值得的 我在这地上种下的 只不过是小小的 是非常小的 但我以后在天上会收获颇多 在这地上所种的是比朽坏的 在天上收获的却是不朽坏的 是不会消失的 多么划算呀 所以我努力地过信仰生活 我们将要在天上经历的那些事 是现在用肉眼看不到的 所以人们总是不以为然 哎 他们不过是为了寻找内心的平安 当作天国是存在的罢了 不是这样的 不是我们当作天国是存在的 天国本来就是存在的 是真实存在的 有人可能会问 那你有证据吗 当然有 没有证据我怎么会信 如果我自己都半信半疑 我就不会信了 如果信了一辈子 没有得到凭据 没有证据的话 死后发现根本没有天国 死就是结束 那对我来说是多么大的损失 人生只有一次 这么宝贵的人生 如果没有得到凭据 怎么会信呢 如果没有凭据的话 不会信 感谢的是 我们有很多凭据 我拥有的最大的凭据是什么呢 我领受了圣灵 也就是说 上帝的灵进到我里面了 世人跳大神 从而被鬼附 也愿意侍奉鬼 因为无鬼进到人里面 人就会显出神奇的能力 我们信耶稣的人也是 神会进到我们里面 不是无鬼进到我们里面 而是上帝这位神 进到我们里面 信耶稣的话 上帝会进到我们里面 被鬼附的人会显出鬼的能力 那上帝在我们里面 我们会显出什么样的能力呢 创造主上帝的能力 会发生惊人的事 这不是针对某些特别的人 而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都能得到圣灵 恳切地祷告 可慕祈求的话 圣灵就会降临在你里面 接下来就能经历到 从未经历过的惊人的事 我在领受圣灵的那一刻 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过去 我再怎么读圣经 也只是把这当作一种知识 别人再怎么给我讲 我都无法相信 虽然我去教会几个月了 但别人在祷告的时候 我依然会想 那人是不是疯了 我也非常讨厌听方言祷告 感到很有负担 别人劝我线上十分之一 我也不愿意 我又不信 但我里面还是有对信的渴望 所以虽然没有信心 虽然我当时没有信心 但我还是去教会 但这一切在我领受圣灵的瞬间 都发生了改变 其实 这是耶稣早已经应许的 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 会让你们明白 至今为止无法明白的话语 也会让你们明白 我向你们传的真理 并且把你们带到真理中 真的如主应许的那样 我受圣灵的瞬间 从我嘴里出来了什么呢 父 我在受圣灵之前 从未称上帝为父 只是说 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 求你让我遇见你 以前 不管别人让我怎么承认 上帝是我的父 我都无法承认 为什么 因为我有生我养我的父亲 怎么能管别人叫父亲 但我在领受圣灵的那瞬间 从心底里爆发出了什么呢 父 原来上帝是我灵魂的父 我一下子就明白了 之前我想信都信不了 但我在受圣灵的瞬间就明白了 不是相信了 而是把这当作事实接受了 明白了 是啊 上帝若没有创造天地万物 天地万物怎么能存在呢 我突然有了这样的信 还有 过去我不相信耶稣为了我的罪 在十字架上受死 我犯了什么滔天大罪以至于死 上帝的儿子又何必为我牺牲 他两千年前的死 怎么成为了功劳 我为什么要感谢他 这些我都无法理解 但这一切在我受圣灵后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受圣灵的那一刻 我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促使着我瞬间哭了出来 就像孩子见到妈妈一样 大家童年的时候 可能也经历过这样的事 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 从睡梦中醒来 发现家里没有人 想到妈妈不在 我马上开始找 但找遍了家里也没看到妈妈 于是吓得哭了起来 当时好像哭了一两个小时 哭到没有力气才停下来 因为太害怕了 所以一直发抖 后来妈妈终于回来了 大家知道我在看到妈妈的那瞬间 是什么反应吗 看到妈妈的瞬间 刚才积累的恐惧 以及对妈妈的想念瞬间爆发了 我哇的一声哭了出来 我受圣灵的时候也是这样 过去我想遇见上帝 也因此彷徨 我一直在寻找 上帝如果你真的存在 求你让我认识你吧 但我没有找到上帝 直到圣灵降临在我里面 我才认识了上帝 就像亲眼见到了上帝一样 我赶到我的里面 我的灵魂发出了暴风式的哭泣 就这样 我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哭了一个半小时 一直哭到牧师要讲到了 为了礼拜的秩序 我才停了下来 虽然我在哭 但我感受到的却是 前所未有的美好 当时我不是默默流泪 而是嚎啕大哭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那天我终于如愿以偿地 遇见了上帝 领受了圣灵 从那以后 我看圣经也不一样了 以前 我再怎么读圣经 都觉得没意思 但神奇的是 我领受了圣灵 就能理解圣经了 话语也能进到我里面了 这个体验真的太神奇了 前一天我还无法理解圣经 今天就明白了 哇 圣灵的能力竟如此惊人 还有 金基东牧师教导了 领受圣灵就必得到能力的 这话语 什么能力呢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真的吗 我刚信耶稣就给病人按手 那时也不管他能不能好 反正就以单纯的心那么做了 结果病人们真的得到了医治 他们说不疼了 我的父亲也是 那时他还不信耶稣 他说头疼 我就给他按手祷告了 结果他马上就说不疼了 但他后来说什么呢 哎呀 病之在该好的时候好了 哪有什么病得医治啊 大部分的人都这样说 但神奇的是 我通过祷告 让很多的病人得了医治 我刚受圣灵三个月就去军队了 军队里得病的人不是很多 但头疼 肌肉疼 腰疼的人却是很多 我遇到这样的人 就会为他们按手祷告 在祷告之前 也提前和他们约好 好了的话就和我去教会吧 结果很多人接受祷告之后都说 哎呀 真的不疼了 就这样 很多灵魂跟着我来教会了 后来连中队长也来了 我受了圣灵 上帝应许的能力也随之而来了 我第一次给被 我第一次给被鬼夫的人赶鬼 就是在部队里 我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 意外地站在了一群不信者面前叫无鬼 当时我自己都是初心者 所以讲的不是那么好 但我还是硬着头皮讲完了 讲完以后我说 头疼的人请出来吧 结果一个人都不出来 没有一个人出来 我就在那等 结果过了不到三分钟 出来了一个人 我就为他祷告 也大喊 乌龟啊 出来吧 这样持续了好一会儿 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紧张得直冒汗 下面的人也在起哄 哎呀 快点结束吧 我只好尴尬地收场了 别提多丢人了 但没想到 第二天早上就有人来找我 看来是我昨天晚上的功夫没白费 他来找我说 他说他嗓子疼 说不出来话 于是嘻哈着嗓子说 我嗓子疼 请帮我赶鬼吧 然后问我嗓子疼也是鬼做的吗 然后我就带着他出去找赶鬼的地方 赶鬼的时候 一般会说 乌龟啊 出去 声音可能会比较大 所以要找个没人的地方 我们就去了运动场对面的老师卫生间 那里离人群比较远 我们怕被发现 所以进了卫生间里面 那个人戴眼镜 他为了方便接受赶鬼 把眼镜拆了 放进了口袋里 然后我一只手按着他的肩膀 一只手指着他大喊 乌龟啊 出去吧 突然 卫生间的门开了 你们干什么呢 竟然在军队里施暴 那时我才发现 找我来赶鬼的这个人 军衔比我高 我竟然向军衔比我高的人施暴 你敢以下犯上 你们给我过来 然后我们就被带走了 真要好好整治你们一下了 看来要关你们禁闭了 我说 误会了 这是圣经上有的 我们不是在打架 而是按照经文赶鬼呢 军官说 别撒谎 我也去过教会 怎么没看到有赶鬼的呀 有 还敢盯嘴 然后我求他 能不能叫一下军宗 问问军宗吧 那位军宗是怎样的人呢 极力反对赶鬼的人 虽然圣经上记录了 但他还是主张 赶鬼的是异端 当时我们实在没办法了 只能请求他们来找这位 懂圣经的军宗兵了 他来了 军官问 圣经上有赶鬼的事吗 接下来发生了有趣的事 这个人平时明明否认赶鬼的事 但当军官问他的时候 他却犹豫了好一会儿说 有 是吗 那你认识这两个人吗 他说 认识 我们都去教会 是啊 那走吧 然后军官就把我们放了 这下我们该老老实实回去 不能再惹事了吧 但那个弟兄说 再找个地方给我赶鬼吧 然后我们就去了地下的锅炉房 我给他赶鬼 肮脏的乌鬼啊 出去吧 话音刚落 那位弟兄就哐的一声倒下了 我也吓了一跳 这是我第一次给别人赶鬼 他起来以后 我想向上帝献上感恩祷告 于是对他说 我们一起祷告吧 他可能以为我让他祷告 他说 父上帝感谢你 刚才还说不出来话的人 现在能发出如此洪亮的声音说 父上帝感谢你 他的嗓子完全恢复正常了 那瞬间我真的不禁感叹 哇圣诺教会教导的东西 再远在三八线附近的军队也适用啊 况且嗓子疼的这个人 还不是我们教会的信徒 圣经上的话语成就在我身上了 我体验到了 这是真的 还有 我领受圣灵后 真的显出了能力 这是凭据 什么凭据呢 耶稣升天前说了什么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虽然你们愿意我一直与你们在一起 但如果我与你们在一起 就无法与别人在一起 大家想一下 假如主在这世上 在耶路撒冷 那我们为了见主 每周都要坐飞机去耶路撒冷 要是这样的话 不在主身边的人就体验不到上帝 主说 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 我去父才能拆圣灵来 圣灵来了 所有人都能得到能力 也能体验我在你们里面 你们在我里面 这是主的应许 两千年后的今天 人们也体验到了圣灵的降临 这意味着什么呢 耶稣去了哪里 耶稣应许说 我去父那里求父 父就拆圣灵给你们 我若不去 圣灵就不到你们这里来 我若去就拆他来 但我们现在真的收了圣灵 这是耶稣去哪里的凭据呢 可以证明耶稣去了哪里呢 这是耶稣去天上 去父那里的凭据 证明耶稣去了哪里 所以我们确实地拥有凭据 还有 圣经的话语成就在我身上了 上帝两千年前通过人记录的圣经 在两千年后的今天 也成就在了我身上 耶稣的话语成就在了我身上 哇 这位的话语即使过两千年 也仍然发挥着效力 这位不是人 是上帝 他的话语一句也不失落 都实现了 他允许我们 以后复活去天国 所以我相信有复活 这是有凭据的 大家刚才读的经文 是有关耶稣出生的内容 刚才读的经文 是有关耶稣出生的内容 耶稣通过人的身体 也就是女人的身体 来到了这世上 但耶稣不是上帝与人的基因的结合 不是上帝与玛利亚的结合 而是上帝进到了 叫玛利亚这个女人的身体里 借用了她的身体 在那之前 天使向玛利亚先生说 你将要有一个儿子 这是上帝的儿子 女人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我又没有结婚 怎么会有孩子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在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隐蔽你 可以发生这样的事 上帝的话语是必定会成就的 天使游对玛利亚说 你的亲戚中 有一个叫伊丽莎白的女人 伊丽莎白是谁呢 伊丽莎白已经老了 她是一个没有生育能力的人 就连年轻时也没有孩子 任谁看她这一生 都不可能有孩子了 但她在前不久却怀孕了 就连与伊丽莎白同村的人 都不知道她怀孕的消息 大家知道为什么吗 上了年纪的奶奶说自己怀孕了 这多少会有些难为情 再加上孩子还没出生 所以伊丽莎白暂时隐藏了此事 谁都不知道的是 天使却告诉了玛利亚 不相信有天使的人会吓一跳吧 他们会惊讶 玛利亚怎么知道这事 玛利亚不是通过人知道的这事 而是通过天使 天使告诉了她什么呢 那苏莱称为不生育的伊丽莎白 已经有孕六个月了 所以上帝的话语也会成就在你身上 说完这话 天使就消失了 大家想想 经历这事的玛利亚 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刚才是不是我看到了异象 天使显现实说的话 是真的还是假的 所以玛利亚需要凭据 要确认一下这是不是事实 那怎么确认呢 要是通过自己怀孕的事来确认的话 就要等十个月 等到孩子出生才行 但此时的玛利亚心急如焚 她想到一个可以马上确认的方法 是什么呢 去看看是否真的如天使所说 去看看伊丽莎白是否真的怀孕了 谁都不知道她怀孕了 但玛利亚却因着一个神秘的天使 知道了此事 所以她可以通过这件事来确认 天使所说的是不是真的 于是玛利亚急忙去伊丽莎白家 谁能想到奶奶还能怀孕呢 玛利亚到了伊丽莎白家 正想进去确认此事的时候 伊丽莎白突然说 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耳 我腹中的胎就欢喜跳动 上帝对你说的话都要应验 玛利亚还没问 伊丽莎白就知道了 并且告白说自己腹中的胎跳动了 多么神奇啊 玛利亚连问都没问 伊丽莎白就知道了 这多神奇啊 其实在信耶稣的这条路上 有很多神奇的事 玛利亚赞美上帝 说上帝为我们拆来了救主 并且通过我让救主出生在这世上 从而开始了拯救在罪恶中的民族的施工 玛利亚的孩子出生之前 他就看到了凭据 就像这样 我们的信仰也是有凭据的 我们以后会复活升天 虽然是以后的事 但是我们现在可以体验到 怎么体验呢 受圣灵 还有上帝在我身上显出能力 还有大家奉耶稣的名祷告时 会发生惊人的事 有的人说 哎我现在年纪大了 没有祷告的力气了 我们不是靠体力祷告 而是靠信心祷告 奉耶稣的名祷告 所以不管什么都靠着信心求吧 上帝会成就的 祷告得了应允 不要只是开心一下 哇我的祷告得应允了 就那么过去了 而要怎么做呢 要承认 哇上帝的话语真的是真的 上帝真的存在 耶稣真是上帝的名 要承认 当场病得医治 祷告得应允不是结束 这只是一个凭据 我们要通过这个凭据 确信我们将要去天国 将要复活享受永远的生命 奉耶稣的名祝愿大家拥有去天国的盼望 并且在这地上体验丰富的凭据 将信心持守到底 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这样美丽的圣徒 现在祷告 父上帝 感谢你赐给我们有凭据的信心 虽然我们现在看不到以后在天上将要得到的荣光 但求你让我们在这地上的时候能确实地拥有凭据 求你帮助在座的所有人 给他们渴慕圣灵的心 并让他们领受圣灵 为此他们愿意受尽礼 在他们受尽礼的时候 求你让圣灵感动他们的心 并将你的幸福与喜乐充满他们的心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如今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父无限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和引导 与想要接受上帝恩典 并愿意为之努力的所有灵魂们同在 直到永远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